在繁雜的大都市中 忙得不可開招了嗎 今天帶大家來到 信義計畫區的小巷弄間 要帶大家來找 生活中的小確幸喔 走 我們去小酌一杯吧 乾杯 乾杯 我們這邊13th East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 我們希望營造一個比較 casual relax 看不到像電視啊 或是飛鏢機啊 或是其他一些遊戲 因為我們就希望說 有一個舒適的環境 而不是一個吵雜的環境 這個時代的轉變嘛 像我們以前台灣人喝啤酒 都比較習慣 就是不冰的不喝 然後不乾杯感覺不爽快 但是現在工藝啤酒 開始在慢慢的發芽 那它給了我們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我們來的朋友們 可以很輕鬆的 跟自己身邊的朋友聊天 然後品酒 然後會吃一些下酒菜這樣子 我堅信啤酒是一個平民化的東西 就是慢慢會走入每個人的生活裡面 那我也很希望說大家 可以比較以正確觀點來看啤酒 它當然不是像 讓你小口小口錯影的東西 但是它其實的城市是很豐富 裡面的學混是很深的 我永遠記得我第一次喝到 就是質量的公益啤酒的時候的感覺 真的是好像毛色盾開 好像整個世界都打開 啤酒白白款真的是喝也喝不完 我覺得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現在工藝啤酒 就是它的多元化跟它各種可能性 所以當你看到有不同顏色啤酒 甚至有不同濃度酒精的時候 絕對不是只在顏色跟濃度而已 它的背後製作過程跟它用的原料 手法的工藝面是非常大的 就是這些釀酒廠 小型釀酒廠跟釀酒師 它們會反映出它們自己的個性跟手法 所以就像做菜一樣 同一道菜在不同的人手裡 做出來的味道還不一樣 所以堅持一個信念 就是我們要全力來支持 我們在地的這些小型酒廠 我們有八管 森皮昂 泰 那我們絕大多數都是 台灣在地酒廠的酒 那我們會不定時的更換酒單 來讓我們的客人有機會 嘗試到在地的酒廠跟釀酒師們 想要表達出來的不同的風格 跟他們的理念 那我們還有品裝的進口啤酒 就是一些比較有特色的啤酒 我們會放在品裝的酒單上面 讓客人還是有機會 可以品嘗一些不同地方的 跟不同風味的啤酒 我也希望這邊把它做成一個 就是聚落型的一個餐酒館 讓就是這附近不管是居民 或是生活在這個生活圈的 都有機會可以過來這邊 喝一杯Relax一下這樣子 這邊感覺就比較Mellow一點 但是也有放一些音樂 不過他們的音樂不是那種很 很激烈的 然後他們的這裡布置又感覺非常的 文心 所以就會覺得還蠻喜歡來這裡的 這邊的空間會比較不像 英式或是美式的酒吧 硬邦邦的地方 然後這邊你只用原木的桌子 然後也有高的也有矮的 他每個人就很容易去找到 屬於他自己喜歡的位置 然後可以坐下來好好地想做一下這邊的食物跟啤酒 既然來到這個餐酒館 當然就是要有這個下酒菜來搭配我們的啤酒啊 沒錯 後面有用啤酒去露菜 像這個我們叫做皮兒洋蔥圈 都是新鮮厚切的洋蔥 用啤酒來破這個麵液 它會更蓬鬆更酥脆 好特別好特別 這個我們叫做一卡車 就是一坨拉菇的東西的意思 用手指拿起來這樣吃 口感很豐富的一道下酒菜 像炸物我們通常都會建議客人 點一些比較清爽的啤酒 這個是牛骨髓 這種重口味我們其實會比較搭配 像APA American Pale Ale 或是IPA方面的這種啤酒來喝這樣子 這個叫做啤酒燉飯起司球 飯球裡面我們還包了煙燻的高達起司 然後我們再把它包起來 新鮮酥炸這樣子 這個是湯品嗎 對 這個是湯品 中文我是翻桌沙人蝦 主廚用七種香料去熬製 這一道菜一樣 我們有用啤酒 放在湯裡面熬煮三個小時 是我個人非常喜歡 非常下酒 就是我差不多喝了幾杯以後 我會想要喝一杯這種辣湯這樣 很厲害喔 這個牆面上還有這樣的設計 世界地圖對不對 沒錯沒錯 那我做這個的概念 當初就是我希望能夠展現一個 就是Beer Map of the World這樣子 把我們手提到的瓶蓋 就是遺產地把它標示在上面 那我也邀請同好朋友們 可以帶他們到世界各地 喝到不同的啤酒 或甚至在哪裡拿到的瓶蓋 我們把它標示上去 給自己的生命裡面留一個記憶 嗯 接近傍晚時刻囉 現在客人已經陸陸續續的進來了 我現在要去聽聽看客人 對於這間店感受到什麼樣獨特的魅力喔 它的餐點跟酒類其實還蠻搭的 對 就蠻適合我們這樣下班 然後過來這邊小喝一下聊天 因為禮拜三剛好有個活動 就是三個小漢堡 然後加一杯小的啤酒 333 我覺得還蠻經濟實惠的 又可以嘗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又有保存感 就很不錯 謝謝 謝謝 哇 來到這邊真的是建議大家不要自我設限 要多多嘗試 因為自己喜歡喝的啤酒就是最好的酒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待在這間餐酒館一整天 從下午到晚上 真的是兩種不同的風情 下午的時候你會感受到 可以很悠閒的消磨下午時光 那麼到了晚上可以三五好友在這邊聚聚會聊聊天 聯絡感情 同時又可以很深刻的體會到 老闆大力推廣的台灣在地化的啤酒文化跟美食